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我這裡又跟大家玩火線獵殺 今次就玩金絲貓這一關 有網友留言問怎樣過 所以就玩一次給大家看我的過法是怎樣的 接了任務之後,我們就搭直升機過去 直升機記得落地的時候不要弄爛,因為之後也很有用 來到金絲貓這一間屋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進入 直升機可以拍遠一點都無所謂 敵人就在另一邊門口攻進來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這裡 降低機 小心點,因為之後我們還要用這一架機 之後就進入房屋裡面 本身裡面都已經有一些反抗軍在裡面 穩固的稀件,我們就可以再找一些反抗軍來幫忙 裡面看到有很多敵人 但是裡面的反抗軍差不多都來到 本身也有一點反抗軍 如果有些草叢道或這些 立刻趴下的話 多數都看不到 我們的目標就是進入那間屋 因為金絲貓就在那間屋裡面 其實可以衝進去,什麼都不管 都可以 你喜歡打進去也可以,衝進去也可以 那我就快一點點 衝進去給大家看看 不過我也要安全一點 好,進入房屋之後 在這裡有一個樓梯下去 類似地上一層 之後進來我們就會看到金絲貓 那我就跟他說話 他就說受了傷 我們就先帶他去療傷 那說完之後 我們就帶他去看醫生 那就只有四分鐘 有這個時間的限制 那為什麼我說剛才的直升機這麼有用呢 其實開車也可以 但是時間上就 怕不夠 直升機肯定會快一點 就拿回我們剛才來的直升機 那如果你剛才把直升機拍在另一邊門口 很大機會被敵人炸了 或者總之機可能射得多 被子彈爆炸 那停在這邊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先拿回機 先拿回機 那其實開頭的機器也可以拍前一點 不過我就穩定一點 所以就拍遠了 那金絲貓就會自己上機了 之後就可以開門去看醫生 那其實就很近的 到這裡之後 你想降落差一點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在這裡旁邊 是有一架直升機 給你用的 來到這裡之後 就進入這間屋 裡面就有個醫生 跟他說話 叫他治療這隻貓 跟醫生說話之後 阿金絲貓就會躺在床上 我們就要保護阿金絲貓 和保護醫生 其實不是很久 只是兩分鐘的時間 那基本上 如果你叫了這個反抗軍 你躲在家屋裡面 都可以 都不會進來的 那時候 我記得 我就躲在家屋裡 我真的做保鏢 保護阿金絲貓 站在旁邊 站了兩分鐘 那就搞定了 那些敵人都完全進不來 做阿金絲貓保鏢 做了兩分鐘之後 時間完了 就可以馬上跟金絲貓說話 那就可以帶他回去 我們那些臨時基地 那裡 那架直升機已經爛了 那旁邊這裡 就有架直升機 就拿這架來用就可以了 那金絲貓會自己跟著在後面 他已經很聰明了 那看到他已經在後面跑過來了 那帶他回去後 看完劇情 那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那金絲貓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那記得開頭那裡 不要在那麼多敵人的門口進入 那其實這個任務的難度都不算很高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就給個Like 還有Share給其他朋友 那如果網友們 你們還有其他關卡 想看我怎樣過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那我到時就再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有黑色 白色 藍色 我有木紋 蛇皮 霍奇 還有風景 抽象 想怎樣 漂亮 忍不住 上去Enfifing 看看是甚麼新款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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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下 南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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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